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说到八观在这还讲一个大感应 以前我们在高雄 有个老师 他的弟弟癌症死了 那么医生 那么这个弟弟是中医师 刚癌死了 那死的时候 平常没什么信什么佛 但是他的哥哥很虔诚 我也很感动 我就去跟他加持 去高雄义勇市 他嘎起 那么这个加持的时候 他哥哥就说 我这个弟弟一辈子没信什么佛 可是他 三个 儿子跟女儿 加起来有三个 可是他没有交代清楚 就断气了 他有说 他死亡以后 不要用火葬的 要用土葬的 要用土葬的 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土葬 你说 他就怕痛 说烧就会痛 说烧的痛就脱出 没有 他烧的痛 他就脱出 还控制了 他不要火化 他说他怕痛 烧到会痛 可是啊 那个土葬啊 还要买一块地 还要买棺材 要花好几十万了 那怎么办 刚好 我在 把八观再见 我说 老师老师 你放心啊 这个八观再见 功德无量 刚好一两百个八观再见 念佛受八观再见 每一支相都一直回向 每一支相都一直回向 早上 我去跟他加持 加持以后 中午再去看他 后来 再去打八观再见 我利用休息时间 这样 下午 再去看他 哦 我告诉你 这辈子没看过那么好看的 那个 他们本来把往生辈 盖到这个地方 往生辈盖到这个地方 我走过去的时候 把它心开来 哦 那个脸啊 笑 微笑到 比他在世的时候更好看 那个气色 比在世的时候更好看 哦 这个八观再见不得了 共修的八观再见 刚好碰上了 回向 这个人决定往生进口 那个笑到非常的明显 一轩开来 所有的围在四周围的人 不信佛的人 都信服口服 每个人都说 哦 我 我 我 现在又来 白 我 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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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